喊出在地挺在地 五黨籍桃園市長候選人 鄭保清12號聯手選區內 九名市議員候選人 但求的是下午剛喊完 合作竭力力拼選戰 不到四小時 五黨籍桃園市議員段數文 就PO文駁斥 說選舉不要這樣子 霸王硬上功不好 選人鄭保清服務處所說 要找我們結盟旅士 我堅決以你否認 因為昨天是我哥哥 基於地方的情誼 也不曉得什麼事 說去跟他們總部 去跟他們道喜 恭喜一下 這是人情世故 跟我們要結盟 這是完全兩回事 原來站在鄭保清旁邊 拿著段數文在地挺在地的文宣 這位是段數文親哥哥 代為參加活動 卻被冠上結盟 兩個字 讓段數文氣炸了 PO文話講得更重 直指鄭先生未經同意 就發表籌組聯盟 這霸王硬上過的劇情情節 不能接受 服務市民堅持無黨無派 不與任何政治勢力結盟 其他任何的政治勢力 我們都不會跟你結盟 訪問當中多次強烈否認 和鄭保清結盟一事 劃清界限 對此鄭保清 僅透過助理回應 表示可能是代表段數文來開會的親哥哥 溝通上有出入造成誤會 這是鄭保清高喊合作結盟 不到四小時 就被當事人以霸王硬上攻來否決 實在尷尬 三連新聞趙瑞姐 葉心亭桃園採訪報導